这是好像是电子邮件 从电脑传达的 这是台湾的李思平同学 他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 弟子听师父讲经多年 从了番四讯 地藏经 无量寿经到华严经 现在又激和九大宗教 共同挽救世界危机 并且在早餐开示时 宣讲太上感应篇十三叶大经 这一系列的经教是步步多好 秦教师父尽宗学会 应如何来倡导 而初学佛的尽宗学人 应从哪一部经入门 应安住在哪一部经交 恳请师父慈悲开始 尽宗发满 古大德 常常教导我们 振足双修 这就好比我们在学校读书 我们有主要的课程 主课 有副课 四要的课程 那么在大学里面 主课叫必修课 你一定要修课 那么这个副课叫学修课 你可以选择修课 尽宗主修的 尽宗主修的 这是我们主修的课程 主修课程的六种也不必完全修 寻一年种就好 过去 许多祖师大德 给我们寻了两种 那就是阿弥陀经 跟普行行运品 这是古来大德了 寻这两种东西最多 这个近代 尤其是知识分子 近代的大德 为知识分子 就加了一部经 加了一部无量寿经 弥陀经 无量寿经 普行行运品 这是我们在自己本宗经 在宗经教里面选择这三种作主修 如果你觉得三样太多了 这三种东西选择一种独卿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过去宗一大师 他专门选择普行 菩萨行运品 他念佛 求生进度 那么在今天的社会 我们一定要细心去观察了 现代人的信心 我们从小 我们从小 接受圣衣行 教诲 少啊 甚至于 根本就没有接触到 因此对于世间的善悟 邪正 是非 几乎到了没有能力辨别 这对我们修学产生严重的障碍 因此我们自己一定要觉悟 要补习 印光大师在民国村里 这是诸位都晓得西方世界大师之菩萨印花再来的 他观察我们世间的 知道现在社会的状况 所以他老人家特别提倡 李奥范斯学 感应篇暗示全书 我在这几十年当中 对于老法师这个做法 越想越有道理 越想越佩服 而我自己学佛入门呢 跟诸位说是从了凡四训入门 那时候刚刚接触到佛法 我认识朱金州老教室 老教室送我一本了凡四训 我回去就读 越读越欢喜 越读越知道自己年轻时候犯的一些故事 渐渐才体会到什么是善悟 什么是是非 什么是邪政 作为自己王后修行的基础 断卧修善 这进一步的该学归正 以这个基础入佛门 无论修学 哪个宗派 哪个法门 你都会有成修 如果今天你 是非善悟都不能够辨别 修行功夫 怎么可能是得利的 不可能的 世间人有些什么建树 什么样的建立 我们一看一听就下的 这个事情是善还是不善 我常常讲 我们佛门今天讲建道场 建道场这个事情是善是不善的 过去是善 现在是不善 我记得好像是在 九零年初的时候 九零年 我第一次到北京 访问赵普苏老九世 我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现在的时代跟过去不一样 你要认识时代 从前 交通必色 资讯不发达 所以这个道场越多越好 为什么呢 教化这个地方 道场就学校一样 教化这一个地方 在那个情况之下 这个做法就是正确的 现在不同了 交通方便 资讯发达 将来我看再过几年之后 一定有空中大学出现 上学 又不做上学校 在家里就可以了 家里面打开电视 天天上课 参加考试 一样可以取得学位 不必上学校了 高科技的发展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那么道场需不需要建议呢 需要 我曾经跟普劳建议 中国佛教只需要十个道场 为什么十个呢 十个宗派 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 建筑的方式 可以模仿外国的大学城 我们在美国看到许多城市 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学校 所以在中国应该是每一个宗 建一个大道场 其余通通都不必了 这个道场里面分成两个部门 一个是结门 一个是行门 结门是研究教理 教义 现在讲的佛学院 另外一个是行门 行门是大家在一起 共同修行的场所 分成两个部门 分成两个部门 像廉居老居司提出的这个名称 现代化 你看静宗 静宗 静宗学会 是修行的道场 静宗学院 是研究教义的场所 一个学院 一个学会 天台中的天台学会 天台学院 华言学会 华言学院 一定要懂得现代化 现在交通便捷 太方便了 我们这个样子 人力财力物力 统统集中 才能发挥到最大的效果 不必一个人一个人 去搞小庙 一个人一个人去比赛 我的庙比你大 我的庙比你庄严 比赛到最后 全都是阿比地狱 为什么呢 平等心是佛心 这个比赛是高下心 高下是不平等 这个十三是轮回心 轮回心 干的是轮回业 学佛 也是干的轮回业 决定出不了 六大轮回 所以我们进宗学人 要把心按在 你自己选择一步 我们选择无量寿经 按住在无量寿经 用了翻四心 或是用感应品 或是用十三夜道经 都一样 用这个来帮助我们 辨别 辩证 辩证 善悟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念佛之外 要断我修善 才能往生 有我不断 善不修 佛念得再好 也不能往生 为什么 西方世界 都是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你看人家都是善人 那我们不善 到那个地方去 跟人家怎么相处呢 这不能相处嘛 所以一定要懂得 断我修善 出身 进途 这就对了 这样才能往生 咱修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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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修善